上周末,国际米兰在主场完成了新赛季的首秀,尽管2比2的比分并不如人意,但蓝黑军团上半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新元德福来在国米主场的首秀便取得了进球,这是国米近20年来第7位主场首秀便进球的球员,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后卫。 维埃里1999年8月29日,国米3比0,帽子戏法同样是从拉契奥转会,维埃里1999年夏天以5000万美元,创当时记录的身价加盟国际米兰,在1999-2000首轮比赛中,维埃里首发出场,开场16分钟便取得进球,随后下半场第8分钟和第20分钟连入两球,完成帽子计法。 帮助球队3比0战胜为罗纳、莫海默的卡龙2001年8月26日,国米4比1佩鲁甲,没开二度卡龙1996年便被国米召入队中,但此后一直被足解制及开球队,直到2001年才迎来自己在国米的首秀。 2001年8月26日,溢价首轮比赛国米主场迎战佩鲁甲,卡龙在上半场不时阶段和下半场刚开场取得进球,帮助球队4比1打胜佩鲁甲,迎来开门红。 爱托奥2009年8月23日,国米1到18里在爱托奥踏上梅埃查球场之前,他已经为国际米篮取得过进球。 2009年8月8日,爱托奥在意大利超级杯,身为了黑军团攻入一球,只不过那立进球并不足以阻止拉奇奥奥在北京捧起,冠军奖杯。 半个月后,叶奥埃托奥踏上了梅埃查球场,尽管他的进球又一次未能帮助球队取生,那场比赛国米1比1占平巴黎。 但这并不妨爱托奥龙人在那个赛季的精彩表现,2009到10赛季,他打进16例进球,其中包括欧冠四分之一决赛,客场绝杀切尔西的进球,埃托奥也可谓三冠王的主要功臣之一。 卡萨洛2012年9月2日,国民移到三罗马巴里南海卡萨洛的职业生涯,可谓充满了神奇色彩。 他也在2012年加盟了蓝黑军团,在国际米兰的一个赛季,卡萨洛一共打进了10球,其中联赛8球,意大利杯和欧冉杯各一球。 他的主场首秀是在2012年9月2日,那场比赛他攻入一球,更为能阻止罗马3比1取胜。 奥斯瓦尔多2014年9月14日,国民7-0萨索洛,梅开尔度与卡萨洛一样。 奥斯瓦尔多的主场首秀同样来自于一战第二轮,他在比赛中梅开尔度帮助国民7比0大胜萨索洛。 但从那之后,国民就再也没有赢过萨索洛了,约维碧琪2015年8月23日,国民1比0亚特兰打2015年夏天,约维碧琪由曼城苏杰加盟至国际米兰2015-16赛季首轮比赛,他便在主场迎来了首秀,最终也是他的唯一一力进球,帮助国民1比0小胜亚特兰打,取得连赛开门红。